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张医师直播的时间 今天张医师要讲的主题 在前面第一个小时回答各地方来的疑问 第二我们要讲热能 现在我们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今天在讲热能这个主题之前 还是先回答这个礼拜来各地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请主持人开始来把这些问题呈现 2021年5月9号 张医师现场教学提问及答疑 提问一 乳癌患者提问 我按照张医师现在的做法 用浓姜汤清洗 清洗之后用电暖器烤 因为要清洗伤口 我一天烤四次 在用电暖器烤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它也会结痂 长时间烤烤之后也会结痂 那这个结痂要不要清理 好 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做法已经开始调整了 那我们一般做法是用电暖器 先再放在身旁 一边照射 让身体温暖起来 那再来清洗伤口 那其实在如果完整的过程是 一边烤 烤完身体热了 那可以 比没有窗口的部位 比如说背部 那我们就应该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那涂完之后再按推 按推是以按推脊椎两侧 原始痛点 那按推完之后来回三次之后 那再来按推患处痛点 那在按推患处痛点的过程中 最容易见到的就是 从窗口流出血液 组织液这一类的 那流出来之后 它有时候一边你清洗 用农浆汤开始清洗 那清洗的过程中 它会你刚擦完 有时候它又流出来 所以它是要不断的这样反复擦洗 然后按推 这个过程中就要占用很多时间 那它的问题就是说 那在照射的过程中 它还是这个结痂 那这个结痂要不要清理 其实很简单 它这个结痂 当场结痂的还是组织液 或是血液 那表示当休是没有擦拭干净的 才会结痂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所以重点就是在清洗干净 那如果有清洗干净 一般在之后的继续在电热气的 烘干汁 这个过程中是不会有结痂的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我是手术化疗后 在复发的乳癌患者 感谢张医师教导我们 要在患处周围找痛点 我右边乳房的肿块 已明显缩小 我的伤口一直流浓 流血水和组织液 我知道要挤压出来 但是每次压挤后 右臂肩膀疼痛 又是无法举起 温敷之后会有些改善 请问张医师 压挤仍然继续吗 或是等稍微不痛再压挤 好 这个问题 其实他压挤之后 他自己提的 就是压挤之后就会 肩膀右肩产生疼痛 那他的疼痛是在右肩 而不是在乳房周围 即便不管是在乳房周围 或是在肩膀 那痛多数他数体伤所致 如果是在乳房 那要看乳房的部位 如果是乳房偏 就是靠腋下 外侧这一边 那你按推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部原始点 那如果是乳房在痛的情况下 他是靠比较中间的话 那你按推中间对过来 刚好就在脊椎两侧 那就按推上背部脊椎两侧 这样就可以解决 那同样的问题也是 他挤压后 他所谓的挤压应该是按推患处痛点 按推患处痛点 那他右臂肩膀就开始疼痛 那右边右臂肩膀 他已经是指臂 那臂跟肩 那这个开关应该就是在 肩部原始点 那以右肩部原始点 按推就可以解决他的疼痛 那他最后问 这样还要不要继续按推患处痛点 当然要啊 那问题他可能是自己按 那自己按的情况下 他用力刚好 就会让肩部原始点更痛 那温敷他是有效 但最好的效果 因为痛 是解决最快速的方法 是按推原始痛点 所以我认为 当然如果家人能够帮忙 帮忙按压患处痛点 他手自然就不会继续痛 那如果自己实在一定要自己按压 那一定按完患处之后 患处痛点 还是要继续再按推肩部原始痛点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 其实在按推患处痛点之前 一定要先按推大开关 也就是把上背部原始痛点 还有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右臂肩膀会疼痛 那就是在他自己按推患处痛点之前 一定要先把上背部的原始痛点 还有肩部原始痛点 这两处大开关都要先按开 然后按开之后 他再来挤压 那手就比较不会痛 那当然患处痛点 如果以乳癌 他还有血液组织液 还有硬块 这一类的 当然还是要继续按推患处痛点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三 对于子宫颈癌患者 要温敷子宫 又直达体上胃脂的话 应该是浓姜汤吗 之前是说要喷姜粉 到体内是温暖器官的最佳选择 因为它可停留在体内醉酒 但有可能会导致伤口结痂 让组织液不容易排出 现在你敢用浓姜汤 请问浓姜汤的姜量 应该是多少呢 这两天 感觉排尿有些困难 有尿意 但尿得很慢 好像很难排出 是因为肿瘤慢慢变大了吗 我能够做的 只有努力按换处 和喷姜粉到阴道温敷 希望它能早日爆掉 否则 如果真的堵住了 我也只能去捣尿了 我也有按下背部 尖椎及臀部 基本上没有什么痛点 也不会感觉到任何不适 除了尿 有点排不出来 请问换处痛点 有可能是在骨头上吗 我是持骨痛 尤其是最下面尖尖的两点 可以按吗 按了才会痛 谢谢 今天尿不出来的问题解决了 那是因为我一次喷进去15克的姜粉 到阴道 每天两次 结果两天以后出此症状 后来都没喷 症状就好了 今天开始才只喷一小时姜粉进去 建议一次喷多少姜粉呢 那我们开始从他开始提的 他说我们现在如果有肿瘤 我们要直达体伤位置 那有肿瘤到底是要用姜粉 姜汤或是姜粉梨 灌肠其实这三者都可以 但我们一般创口 比较直的当然是看得到的 那这些在体内看不到 其实体内本来就有一些 湿的东西 体液都在里面 不可能他身体里面是干燥 完全干燥 是不大可能 所以应该就没有比较像 我们刚刚提的窗口 要清洗干净的问题 那身体他会自己去调节 那如果说有肿瘤 我的看法三者还是都是可以用的 不是说非得用 溶姜汤不可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回答他 他说他就听我的好像怕会结痂 然后所以他就选用溶姜汤 应该不用考虑到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另外他说尿液尿得很慢很难排出 是因为肿瘤变大吗 其实这一个问法还是有果生果的味道在 也就是肿瘤引起尿液 那尿液是尿不出来 尿得很慢 那是一个症 那肿瘤是一个状 等于状生症 我们在疾病与衰老都已经讲了 状不生症 症也不生状 因为果不生果 最后导致这样的理论出来 那很显然这样的问法是有问题的 就好像我们在疾病与衰老也说 肿不生痛 痛不生肿 那我的看法是 这个尿尿不出来 还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所以先不要就把问题又归罪到不会讲话 不会辨驳的癌肿瘤去 癌肿瘤不会跟你讨论这些的 那你认定它 那难道又要处理它了吗 不是 是正规正就好像我刚刚前面乳癌问的 它按推乳癌患处痛点 它手臂就会痛 不是因为乳癌造成它疼痛 那如果是这样想也是果生果 所以肿瘤本身不会产生症 一般是这样 好 那只有一种情况下会 这个在疾病与衰老也有说过 就是按推原始痛点之后 那症没有改善 这时候才可以说 这是由患处体伤引起的 那我们患处体伤就是指肿瘤嘛 那肿瘤我们就在周围在找 它的痛点 也是找丫头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如果能够的话 就是直接间追按 按推 间追 而不是按推患处 你要排不出来你怎么按患处 不是这样 不是按推肿瘤的患处 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做 好 那他有姜粉喷阴到温敷 那我们看下一页 他的问题 他另外还有说 他就是一直归到肿瘤 所以他希望肿瘤赶快爆掉 才不会堵住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的 他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这个提问者 他的观念应该本身是不清楚的 那他的按推 来上一页我再继续看一下 他说他希望早日爆掉是不对的 也就是他的观念 我认为就是果生果的问题 不是肿瘤的问题 这个症的不适感要先去找大开关按 那他说他也有按下背部 间椎及臀部 基本没有什么痛点 也感觉 也不会有感觉任何不适 就是找不到痛点的意思 那尿还是排不出来 但是他自己按怎么按得到 间椎 是自己按不到的 所以他说没有痛点 我认为 这应该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的 一定有痛点 如果有症的不适感 在原始点里面一定可以找到压痛点 所以这里我建议 如果可以让自己家人 你把指挥真正的位置 让他们帮你按 或许 这个情况就可以改善了 对这一页的回答 我就回答到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他说的他的痛 刚好在尺骨上下面 尺骨最下面 那尺骨最下面对过来的 就是间椎 所以很明显 一定是间椎的问题 所以 我认为这个是按推的问题 也不是热源的问题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 他最后尿不出来的问题解决了 那是因为他灌姜粉 灌姜粉当然会有帮助啦 因为热能垢也会进行修复皮伤 但我认为痛 真正的解决比较快 还是我认为应该是手法的问题 而且按推下去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就可以立刻解症 好 那他也慢慢用热源 也慢慢修复好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他说他是用一小 小汤匙的姜粉进去 应该建议多少 其实没有一定要多少 姜粉我们说的 差不多两三克三五克 这样都已经算蛮多的 这样也可以了啦 不一定我们书本上有写 我们就参考书本就可以 在书本上应用篇里面都有提到 我总结一下 那刚刚的问题 第一个他的痛 我还是觉得是 痛多数他处体伤所致嘛 那他找不到痛点 不是因为没有痛点 而是自己按不到 所以没有找出来 所以按推方面一定要加强 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姜粉姜汤 你看他后来子宫癌 他也最后也有用姜粉喷音到 事实上也是温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不用考虑说会不会结痂的问题 这三者都可以用在体内都可以用 另外我补充一下 有一些像蛇癌 他是看得到的 那这时候我认为可以含蓉姜汤漱口 然后漱口你要喝进 如果刚开始几次都可以吐出来也没关系 那如果里面比较干净一下 漱一漱喝进去那也无妨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这一个问题 提问是 请检查张医师的血压 I think he may have hypertension 我认为他可能患有高血压 他蛮关心我的 先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但他如果了解原始点 应该不会去管我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在我的看法就是属异常指数 那异常指数是一个抽象 它本身不会造成体伤 跟异常形态更加跟疾病更无关 因为异常形态有时候 比如刚刚上一个问题 他如果你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那就是患处体伤所致 那患处体伤所致跟癌肿瘤 有时候是有关的 那你还要继续周围 肿瘤周围再找患处痛点 来解决你的症跟状 那至于异常指数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 抽象既不会造成体伤 那你按推完之后 即便患处体伤也跟它无关 因为它不会造成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以那个异常指数根本是不用理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管血压或血糖 我上次有回答了 就是这个还是果啊 那果你从西医的角度去处理 那一辈子也不会好啊 那你先不要说会不会好 为什么要治高血压 西医的说法就是果生果嘛 他说高血压如果不处理 就会导致头晕啊 甚至脑中风啊 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才要治高血压 那大家最怕的就是脑中风 高血压导致脑中风 但异常是果 果怎么会生出一个脑中风 果又生果了呢 这个是逻辑上就已经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了 所以高血压本身在我看法根本不需要治疗 也不需要讨论 连讨论都不用 因为它跟疾病完全无关 它只是一个衰老的现象而已 好 那从这个我再跟各位 如果大家关心我 就不要关心我 张医生60岁以后了 会不会得癌肿瘤 要不要身体健康检查 或是要不要检查什么胆固醇啊 会不会太高啊 种种啊 哎呀这些都不必了 我常常在讲课也跟大家说了 我说我不是不会长癌肿瘤 但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因为理由很简单 我根本不去做检查 我知道那些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检查出来的 这些异常指数 它既非症既不是疾病本身 也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跟疾病几乎都完全无关嘛 尤其那个异常指数就是这个现象 所以我谢谢他关心我 但是我早期还没有研发原始点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我的血压以前有量过 都是偏低的 我是不会高的 我不是像一般人所谓的高血压 我最有可能就是低血压 那如果我头晕的话 你们又说我是因为低血压才头晕 事实上我头发白 或如果我有头晕 那一定是头部体伤 也跟我的低血压无关啦 所以至于这些血压的问题 我从不会在意 那你的提问好像跟原始点无关 好 谢谢你的关心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五 张医师说伤口属果 我们要从因改善 所以不要一直在伤口这个果上面下功夫 因为只要体力好 会自动修复 但是如果疼痛难耐 或起氧难耐时 也会消耗热能 此时可否先从果解一下 比如服用很少量的止痛剂 或涂抹止氧药膏 这一个他的问题 他说我是认为应该要从因下手 从因就是从疾病之因来改善 而伤口属果 所以我不是在伤口上处理 他应该是这样的说法 但好 我们就来看 果 疾病属果没有错 那我们处理果 应该是要改变体质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因变则果转 你这些体伤修复了 热能不足改善 伤口自然就会修复 这是对的 但我们这样就是在处理伤口 而不是说伤口不处理 其实这样就在处理伤口 好 再进一步讲 那他有伤口 我们说过了 壮就是只要有体表有组织受损或皮肤病 也就是有伤口或皮肤病 那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那这个从因改善 除了按推原始痛点之外 也要按推患处患处痛点 处理伤口不是这样 果我是找果的因 也就是患处体伤来处理 然后患处本身还是可以温敷的 这个在原始点里面都已经讲清楚 所以这一点我稍作澄清 所以如果你懂得我这样说法 那疼痛 疼痛我已经有处理了 我刚刚讲的大开关一定要先按 那按完痒或痛 这些都是属正的不适感 那正的不适感按推照理 就可以立刻改善 因为他处体伤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这个是要靠手法 那如果有流出组织液 你没有擦干净 确实结佳了之后 有时候会起氧难染 这个我们都有经验 所以这前面就讲 只要有伤口就要注意 如果有组织液或血液或流容 这些流容就是组织液 你一定要擦拭干净的 所以他说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 服少量的止痛剂 或涂抹止氧药药膏 那这个就有一点矛盾了 因为他的氧跟痛 真正要解决的是原始点的按推 找大开关来按推 那你不按推 你去从活节症 那这个怎么行得通 而且说实在 原始点的大开关 比这些涂抹的药 还有效 所以 这个问法 好像很有问题的 好 那我这个回答就到此 提问6 请问张医师 忧门损坏 导致胃酸逆流 西医说 要每天服用药物 控制一辈子 以原始点医学 如何处理呢 听这个问题就知道 这个是西医的说法 因为西医在阴盐果里面 犯了很大的问题 我说西医 他利用科学仪器检查 看是一个很科学的 很进步的 但是他们的医学理论 却很有问题的 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比如说 忧门损坏 那就是组织受损 那组织受损 是一个状的问题 那胃酸逆流呢 是不是你感觉有一股灼热感 然后胃有灼热感 所以西医说是胃酸逆流 应该是 它是在指你的症 然后用这种西医的说法 来告诉你 那如果是有症 症的不适感 因为你问我应该 原始点是以症状 那你说胃酸逆流 好 有些比如胃痛 然后西医检查就说 胃酸逆流 或是有灼热感 或是有不适 那西医常常会用胃酸逆流 所以我知道你大概指的就是一个症状 好 那怎么会 忧门损坏 也就是组组组织受损 导致症状出来呢 那不就是又是果生果的问题了吗 好 所以这种一看就知道 他又用果生果的问题来问我 那原始点是调因来达到致病的功效 那跟他的问法 这个果 比如说胃酸逆流 那在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他胃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的 绝对不是优门损坏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需要再考虑他里面身体有东西坏掉 才导致他身体不舒服 这样如果听懂他心情就会好一点 那再来说西药用药物控制一辈子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怎么可能一个胃酸逆流 要吃一辈子的药 这个就是看 很明显看出西从理论上的因缘果 出了很大问题之后 逻辑上出了问题 在临床上也出了大问题 哪有人一个症状要靠一辈子吃药 然后来控制你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说原始点才是真正可以从因治病 根本治疗的 那要怎么治疗呢 如果你胃有不适感 那就是在背部嘛 脊椎两侧相对应背部 两侧找出痛点来 压痛点找出来 把它按推 它正应该就可以 得到适度的改善 那改善之后再温敷 再用外热炎温敷 大开关就可以了 所以我已经教你怎么做了 那最好的方式 如果要达到完全的根子 最好还要心情愉快 不要每天想我悠门坏掉 那这样压力那么大 也会影响到热能跟体伤 然后还要运动 不要再想西医 说不会好 所以要用药一辈子控制 去运动 人体本来就有治疑力跟修复力 但西医不这么讲 他们常常在推销药的过程中 都强调药有什么功效 所以它跟原始点是非常不一样 就是好像它开发一种药 那就要让你一辈子 那原始点是认为 人体本来就有治疑力 你只要把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 它就可以达到根治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身体我认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你真正的不舒服 是来自于体伤跟热能不足 不需要用药物控制一辈子 原始点就可以处理得好的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7 患者肺癌晚期骨转移 按推热敷浮姜汤 现在脖子上长了囊肿 影响吃东西 尤其是辛辣食物 所以姜水喝不下去 喝一点下去 喉咙火辣辣的 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对心意的转移之说 其实是有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理由是怎么样呢 癌怎么转移到骨头 癌又没有脚 它怎么跑到骨头去 这个说不通的 而且像我太太以前乳癌 转移到 远处转移到骨头 那最后它 腿也走不动 那好像就是骨头 在西医的讲法 就是因为转到骨头 所以它才走不动 但事实上现在 以原始点来看 好 那它走不动 跟癌也没有关系 按一按就好了 就是同步原始点 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了 那它之所以造出来 肿瘤会在骨头 不是因为有肺 跑到骨头 那中间又没有 那你这样说不通吗 如果说癌一直扩散扩散 那整片都应该有了 那中间没有 又别的地方有 那这个在我看法就是 它本来就是在 所谓的肿瘤 也是一个果嘛 那果它 有果必有因 那因是什么呢 很明显嘛 原始点已经证实了一点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就是因 所以我们从因下手 果就开始改变 而理事不爽 所以它已经是做出来证实的 所以既然证实了 那这样西医的转移之说 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刚刚提出 对他们的转移是有这样的看法 好 那它现在说脖子长了狼肿 吃东西会心脑 那你是不是又想到了 现在脖子长这个狼肿 就是因为从肺癌转到骨头 现在又转到狼肿去了呢 那让你生出一个狼肿出来呢 那把所有的罪又怪到 跪到肺癌去 那又怪到癌 那这样你是不是过得 又有更有压力的呢 癌没有这么恐怖的 不会 它不会跑来跑去 它之所以会呈现出来 它是一个果 果不会生果的 不会像生果如果肺癌 假设是一个苹果 苹果不会生出另外香蕉葡萄来的 那个是不可能的 果怎么会生果 不可能 所以也不是因为肺癌导致肿瘤 狼肿出来的 而它脖子之所以生出狼肿来 那表示狼肿也是一个果 那它一定有阴 它阴在哪里 就是整骨下炎 整骨下炎一定有痛点 还有脖子 两侧一定有痛点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 因为它已经有硬结 肿块肿瘤 假设有 那患处一定也有痛点 那就痛点就是体伤所在 那所以我们还是主张体伤 体伤所致 然后按完还要温敷 所以按推 热敷 要不要浮姜汤 那要看你 看你体力好不好 不好 就可以补充 但一般到了末期 已经晚期了 一般是我认为 应该体力虚弱了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都蛮长 所以这样的用法都没有错 那它吃一点辛辣食物或喝水都喝不下 很简单嘛 体伤没有解决嘛 你只要把头部的 就是头部整骨下炎的体伤按推好 然后再患处痛点也按一按 然后再温敷 那这个吞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包括它的火辣辣那个感觉 震的不适感 也是震的不适感 这个也可以改善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8 我去原始点 有一些基本困境 在西医 如果病人发高烧 一定要很快把温度降低 不然高烧会变成严重脑膜炎 menigitis 请问原始点门夫 会不会把烧提高 它的问题 所以我发现现在在问原始点的 都经过西医洗脑过了 而且都是已经升值的 果生果的概念 比如说这里又提到 高烧会变成严重的脑膜炎 这个不就是果生果了吗 高烧是一个症 症的不适感 那脑膜炎也是一个症 或是组织受损 那怎么会症生状呢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症不生状 状也不生症 怎么可能 这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问题 那不过虽然是不能成立 我也知道不会 我记得之前 我自己也有高烧过一次 我的高烧是到好像41度多 那是我一辈子最严重的一次 那高烧到什么程度 高烧到我自己都会抽筋 那我看诊回去 因为人已经极度不舒服 然后也身体有脚有在抽筋的现象 我就开始用爱调温敷了 早期在当中医师的时候 那温敷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人就比较舒服了 也没有像这个患者的提问 这个西医应该把温度降低 原始点是温敷 会不会把烧提高 好像也不会啊 我的烧反而就稳定下来 补充热人了 就反而稳定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以原始点来看 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你之所以会发烧 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嘛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有疾病皆因这样 那热能不足 你不温敷补充热源 怎么可以呢 而且还用冰敷 把热能更消耗 那这样不是更限自己 于不利的境界吗 而且他发烧的时候 要消耗很多人的热能 那在消耗的过程中 你又冰敷的时候 热能会严重 进一步更消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新冠病毒会有很多人挂掉 除了呼吸的问题以外 很多也是会发高烧啊 那你又打点滴 又降温 冰敷 那这个一降下来 你热能进一步消耗 那原始点就有讲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你把热能严重 再进一步消耗 那不就把自己陷入险境了吗 所以真正要解决高烧 因为他已经在高烧 其实身体已经在自我处理了 高烧在我看法 他是在修复过程中的一个 正常恶化现象 也就表示这个高烧之后 身体就会好转 但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不断在消耗热能 这时候更应该急着要补充 内外热源 所以我只要有高烧一出现 我就把它当作是 正的体力虚弱处理 就是先温敷在讲 先以热源为主 然后按推为辅 来处理这个高烧 那很可以想见 这时候高烧之所以会危险 不是在 他会产生脑膜炎 如果会产生脑膜炎 那他头部也有体伤才对 那如果高烧引发气喘呢 那你又怎么说 那就是高烧 他因为背部有体伤 进一步恶化 那就产生呼吸困难或气喘 是这样来的 那你一定要重一下手 所以简单的讲 你担心你头部有问题 那你就头部原始点按一按 一定要先温敷 如果发高烧一定还是要先以内外热源去处理 那处理完再按推大开关 大开关最重要保命的两个开关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上背部 第二个就是头部原始点 那这两个如果有处理 那很快 我认为然后加上你的内外热源 我认为这个高烧应该很快就会缓解下来 反而这样才能根本治疗 那如果你用退烧的 我刚刚讲的会限自己于危险境地 而且你即便把它压下来 药效一过 它又烧起来了 这样反反复复不断消耗热人 而这些药或是冰敷的东西 都是正在加速消耗热的 反而并拖得夜久 你的情况就会夜危机 简单的讲你已经用错方法了 冰敷绝对是错误的 所以古代的时候 你只要什么发不发生 古代都是用姜汤的 或用棉被盖棉被 早期受伤寒论 张仲锦那个伤寒论影响也蛮大 感冒他是桂枝汤 然后桂枝汤没有发汗 他就会盖被子 盖被子如果没有发汗 他就会吃一些热溪粥 来达到发汗 那他认为发了汗 烧就自然退 那你看这几种包括盖棉被 热溪粥 还有桂枝汤 过麻黄汤之类 那这些都是温热药 那温热药 很明显嘛 古代这样治疗 反而能够治好 那现在西医这样反而 你看现在新冠病毒 光一个发烧 或是呼吸道的问题 然后头部的一些症状 就处理不好 然后从一个轻重症 到最后重病 到最后往生 我看不出西医有什么好方法 如果有 现在印度也不会进一步 这样整个医疗又崩溃了 那世界各地到现在 即便打了疫苗 已经一段时间了 好像各地还各国还是在禁止 尤其现在今天的新闻也听到 日本现在这个也是在禁止 那个严格筛选国外进来 那为什么会搞到这这么严重 你看一个发烧 不是新冠病毒 也有发烧的一个现象吗 那发烧怎么会只有脑膜炎的问题 发烧它热能严重下降 还有很多问题会产生 那如果说你是说发烧而引起 呼吸困难 气喘或是脑膜炎或是头痛 这个都是果身果 其实高烧本身就是一个症 那处理上这些处理症一定记得 一定要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那热能不足当然就是一定要温敷 而不是病敷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9 身材短小楼梯 很难爬两肌楼梯 每天两肩不足够吗 医师说 有肿瘤 不宜操劳 例如 乳癌患者 不宜做拖地板等动作 请问 假装腺流 避免什么部位 先说他身材短小 不能爬楼梯 很难爬楼梯 楼梯短小 那就一步三阶吧 这个也不是问题 那如果身材短小 所以他很难一步两阶 他应该是指他身材短小 不是指楼梯短小 他这里是把身材写在 身材短小楼梯 这里避免有一点怪怪的 应该是身材短小 很难爬楼梯 应该楼梯把它移到后面 那这样避免就比较顺 身材短小很难爬楼梯 应该是 我认为他是这样问 那所以很难 就不能一步两阶 应该是这样 好 那身材短小 很难爬那怎么办呢 也没关系啊 那就一步一阶啊 因为你短小到一步一阶 等于别人的一步两阶 那就有拉到臀部的筋啊 因为一步两阶 最主要是要拉臀部 原始点的筋啊 只要有拉得到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两阶或三阶 那个就是一个运动拉筋的动作而已 了解了 就自己就看着办法 就是看自己的身材 要怎么去拉 好 那每天几步才足够 没有一定 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以你运动完 不会觉得太劳累为主 不要太劳累 然后又感觉运动完休息一下 就会很舒服 那这样就算刚好 那他说 我说的癌肿瘤不宜操劳 我们还好我刚刚 他有举例啊 说乳癌不宜拖地板 那甲状腺应该避免什么 这个好像我没有这样讲过 应该是这样 我前面刚好在讲影响身体之言 有说劳累虽然会消耗热能 但适度的劳累 反而可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有助于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 所以没有绝对的 也没有绝对的 所以就是以身体能接受 能承受 然后又能够改善病情为最高原则 上一次就有提到这样 所以很显然我不会禁止这个 这个应该都不是我说的 我以前可能在讲学有提到 有一个乳癌患者 因为不胜拖地 然后拉伤了筋 然后造成患素体伤 然后让病情急速严重 那这个是因为拖地不剩拉伤的 而不是说不能拖地 你拖地一定要小心 什么都能做 但是就是不要过了 过了就容易受伤 我的意思是这样 而不要因业废食了 如果你得什么癌 然后动与不动间 我老实讲 我认为都要动 因为要活就要动 没有不动的动物 所以很显然 如来我是鼓励要运动的 包括稍微做劳动 这个都可以的 但不要影响到身体就好了 那所以他的假设性问题 都不能成立 我没有说不能拖地板 同样我也没有说 假装现实 应该避免什么部位不能做 没有啊 就是如果你要每张让我讲 那就是关于脖子 那你就是不能 每天盯着手机看 然后头一直固定不移 或是打电脑 然后每天固定在那里 同一个动作太久 那这样让整个头部 跟脖子僵硬了 那这个当然就对他不好 不要 简单讲就是不要游戏太久 反而不是一般的所谓 劳动或运动太久 我没有提 我提的是 尽量就避免这些不必要的 好 那我回答到这里 提问时 我最近 牙囊肿 医生建议做手术 想请教张医师 听听您的意见 谢谢 好 牙囊肿 他是一个 一月二十二号 二零二一年 一月初 我有牙齿疼痛 影响我的睡眠 一月二十二 去看牙医 X-ray X光检查后 牙医说 我有两颗蛀牙 他提供的选择是 杀死牙根 root canal 拔除两颗 大九尺 或 中牙 implant 我去咨询 其他牙医 希望获得 其他意见 2021年 3月23号 咨询的那天 我的下部 牙龈区 育肿了 牙医拍摄 360 射线照相 发现了一个 牙囊肿 他说 比我的右上最后两颗蛀牙 更需要紧急的护理 并转介给牙外科专科医生 建议进行牙科手术 但下巴周围 百分之百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 手术期间 颌骨 招蹦 也可能骨折 如果我选择不做手术 或什么也不做 我将很容易发生 颌骨骨折 因为牙齿的 Cist 囊肿 吞噬了我的下颌骨 所以 它很薄 我不能吃 有嚼劲的食物 例如 比萨饼 披萨 或坚果 也不应该咬硬的东西 2021年 4月14号 牙囊肿包围智慧齿 在审查了360CT扫描后 牙外科专科医生告诉我 由于我的牙囊肿将神经线推得很低位置 因此 做手术 并非百分之百会永久性损害神经 他会考虑 首先将 智齿顶部的大牙 拔除 并去除囊肿 然后 可能将智齿的一半 切掉 这样 可能会减少神经 永久性损伤的机会 一星期后 他把我 转接给 另一位外科医生 与我进一步讨论 我的治疗企划 预约于 2021年 5月25日 我近一个月 将热源 直达患处 每天早晚 用浓姜汤 进食棉店 然后 咬到 囊肿顶部的患处 每天 姜水漱口 每天 用姜粉刷牙 用暖暖包 放在脸上 每日温敷超过10小时 每天 眼囊肿周围 按摩脸找痛点 每天按推头部 和按耳朵延伸点 尤其是早晨 下床前 牙印区域 仍然有些肿胀 我想问张医生 我不想手术 因为它将可能的导致神经永久受损 或核骨骨折 我将热源直达患处 是否做对了 我需要加强什么方面 他说 他说会永久性损伤 所以也不建议 就是手术 但要拔除牙 是吧 刚刚讲的 2021年4月14号 牙囊肿包围智慧齿 牙外科专科医生 建议进行牙科手术 但下部周围 百分之百会造成 永久性神经损伤 手术期间 核骨 招崩 也可能骨折 如果我选择不做手术 或什么也不做 我将很容易发生 核骨骨折 因为牙齿的 Cist 囊肿 吞噬了我的下核骨 所以 它很薄 我不能吃有嚼劲的食物 例如 比萨饼披萨 或坚果 也不应该要硬的东西 他说 如果都不做处理 会很容易 造成骨折 但绝对骨折 不是因为 它薄不薄的问题 它为什么会薄 薄本身也是一个 现象 也是一个症状 那也 如果是一个异常形态 也是一个异常形态 那异常形态 也不会造成症状 好 那什么会造成 它的骨折就是体相跟热能不足 我们还是归到这里来说 那现在最主要从整个 我们来回顾 这个提问 它开始就是因为牙有狼肿 才去造 然后西医才提出了这么大堆的问题 那它本身是用龙姜汤 也在脸颊 找患处痛点按推 我认为这些都可以 但是按推患处痛点 还有大开关尤其大开关一定要先按 我说这个是头部的大开关 先按完 再来按推患处 好 那这些都做了 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那他说这样是不是可以的 也不要手术 这个我可以自己讲一下 自己亲身的经验 其实我的牙齿 也没有 以前也没有特别注意去保养 那差不多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差不多一两年前 是我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整个牙龈都肿起来 上下都肿 然后常常牙齿就放来放去 然后甚至有时候咬东西牙齿就 就甚至就像断裂了 会掉一片下来 那我情况是蛮严重的 就是等于日夜都在痛 那我也用原始点按推温敷 那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知道他绝对是患处体伤引起的 那这时候我有去找牙科 那去找牙科 他说很严重 要不要哪一科要靶 哪一科要怎么样 要不要止牙中的话 讲得很复杂 那最后 我经人介绍到台中 找一个徐医师的 他看一看 他说虽然严重 但哪一边比较严重 先处理 那其他的 就把我先清干净 那就经过这样 去了几趟之后 虽然很严重 但因为他蛮细心看诊 那几次之后 就慢慢稳定下来 肿也慢慢消 那时候痛到 怎么按都没有办法 也影响到睡眠 所以有时候 好像不吃止痛剂都不行 已经到这么严重 然后完全不大人吃饭 好像只能吞牛脂的东西 连咬合都没办法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了 感觉上 那经过他处理之后 他再推荐我 就是买个葱牙机来漱口 因为我以前都用牙线或是牙签 但是怎么处理 我牙缝还是会藏污垢 那所以冲牙机用了之后 我发现我真正的问题 刷牙也刷了 牙签牙线 什么对我都没帮助 真正对我有效的是冲牙机 就是那个他推荐给我 我发现我怎么刷牙漱口 我只要再用冲牙机再冲 一定还有那些污垢 才会被冲下来 所以我就在想 原来我今天之所以会造成 包括他们西医说的严重蛀牙 或是他刚刚讲的很多西医说法 我都被说了 那我到现在为止 当然中间也有一次再痛起来 那痛起来又肿起来 就像这位患者提出的 他也有两种 我也是整个牙龈都浮肿 那碰了两三个礼拜左右 但我知道一定又是我没有冲干净 所以才会那么严重 所以我那一段日子特别 只要就是吃饱饭 我就去冲牙 然后去刷牙当然必难的 我都是用姜粉刷牙 那再来有了这个冲牙机 我就很认真的冲 那时候痛两三个礼拜去年的事 又好转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出现过 虽然牙齿已经不负年轻了 吃一点东西都没有问题 但就像他提的如果太硬或是有一些菜太润 很不容易咬碎的 那个我就没办法 一般像坚果类啊什么我还能吃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的建议是 这个问题如果你按推热源 它肿还没有消 一定还有脏东西 我的看法 我的牙齿也都是这样 它很难用我们一般传统的漱口刷牙 就能洗干净 我认为那些污垢 如果今天不是那个徐医师 建议我一定要用冲牙机来冲 我的牙齿现在随时都有问题 因为怎么清洗都清洗不出来 怎么用牙线牙 我会拿来 你怎么洗干净 我怎么洗干净 我就会了 你不要担读 好 在做什么 然后 可能 没 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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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